南投县政府17号在竹山镇消防训练中心 举办105年度第一次全民防卫动员准备 全民战力综合协调 灾害防救三合一汇报即兵棋推延 由县长林明珍主持 除了期盼24日明安2号演习顺利元旺以外 林县长也要在此呼吁民众 21号下星期一下午1点半到2点 将进行万安39号防空演习 人车都会进行管制 请相亲多多配合 105年度第一次全民防卫动员准备 全民战力综合协调 灾害防救三合一汇报即兵棋推演 在竹山镇消防训练中心举行 由县长林明珍主持 林县长表示 平时就该做好防救灾演练 在灾害发生时就能够立即应变 另外演练视同作战 各相关单位都需熟悉如何预知部署 以及事前整备 平时更应充分协调与联系 避免措施应变时机 林县长也指出 3月21日星期一下午1点30分 将进行万安39号防空演习 请民众听到警报声之后 能够立即至安全场所避难 3月21号防空演习 39号的万安防空演习 在1点半到2点要来实施 如果你们有听到防空演习的警报 就赶快要疏散 这次的防空演习 我们是人车都管制 所以你有听到警报声 就赶快把车子停下来 离开安全的地点来避难 演习能够更逼真 演习就是像实况演练一样 还希望大家能够来遵守 藉由县府以及军方合作防灾演练 使各单位熟知如何应变 达成事前预防准备和灾时的应变抢救 将灾损降至最低 为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把关 南投山坡地约占全县总面积的95% 这次的演练也针对台风地震等 复合性灾害进行兵器推演 期望透过动员协力做好准备 并藉由兵器推演 让各单位能够熟悉防救灾技能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安全